各位同學們 剛剛 剛剛我們都有給你們一個任務 請問一下 你們有尋找到咒語嗎 哇 太好了 可是我覺得這聲音 好像又帶一點不確定感 請問你們有拿到咒語嗎 哇 我敢肯定 可是有一件事我還是不太敢肯定 我有點不太確定這個咒語是對的嗎 我們可能問問看 好 我問一下好不好 小朋友請問咒語是什麼 我一定可以做的 蛤 我聽到是我一定 有點像模糊 你是不是這樣子模糊不起這個咒語 會有生效嗎 我是應該唸整齊一點 應該要整齊一點 好 來 我們再一次要像哈利波克 他一樣那個魔法施法一樣的專注 好 請問一下咒語是什麼 我一定可以做的 哇 剛剛是 有耶 有沒有效 有沒有效呢 不是 不是還沒聽到喔 不是還沒聽到嗎 好 我們再一次歡迎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一 二 三 我一定可以做的 哇 博士 你好 我不會失業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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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博士是長這個樣子的耶 跟我想像做博士有點長不太像 好慈祥喔 難怪會延續了這個I can的精神下去耶 哇 你們的力量已經拯救了博士 但是也喚起了台灣很多不可思議的力量 因為你有很多的特色故事 那我們今天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為了特色故事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是 剛剛啊 我有看到很多同學們 在每一組都非常認真的在講解 那當觀眾的 當家早的 也非常認真的在聆聽 那今天我們大家 都是為了這個特色故事而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特色故事典禮正式開始 尤其我們的第一組 讓世界多一點溫暖 嗨 大家好 我在看到讓世界多一點溫暖這個行動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你們有很強的同理心 就是在關心社會議題這件事情上 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你們把就是自己的關心跟溫暖 用自己的方式表現出來 讓大家知道 在你們到各班去邀請其他的同學 一起來參加你們的行動的時候 我看到了你們的害怕跟緊張 但同時更看見了你們的勇敢 我相信離際一定可以感受到你們的溫暖 他們把餅寄回去給你們 一定也是希望這個溫暖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有一句話說 世界的改變不是一個人做了很多 而是每個人都做了一點點 要相信自己有改變的力量 而那個改變的力量 不是說就是要去做一件多麼巨大的事情 而是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開始觀察跟發現 再邀請更多的人來一起參與自己的行動 然後小小的力量匯集起來 才會變成真正改變的力量 謝謝 繼續加油 我們的影片就是小朋友要上台囉 我們的影片就是主要給他們一點掌聲好不好 溫暖 最近我們的社會上真的發生了太多的事件 讓我們對這世界產生了很多的好奇跟懷疑 但是我們從小孩子讓世界多一點溫暖這個念頭 我們從小就開始發揚 我相信以他們可以感染更多的人 對不對 沒有錯 也是有點緊張 很緊張已經語無人次了 我們在咒語 找到咒語的時候啊 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的福利 那就是找到咒語的人 我們有抽獎的號碼喔 我們會摸彩喔 來 我們現在請你來摸彩 好 摸出的第一個號碼來給我 這個第一個號碼是0 我們會摸三個號碼 那號碼在哪裡呢 就在你們的線索卡 小朋友現在就是把線索卡拿出來的時候囉 線索卡上面有一個號碼 我等一下會宣布這個號碼 第二個 五 第三個 編號052的幸運兒 請你們可以直接到後面的資訊區去領紀念品喔 那邊有招手的喔 等一下記得喔 好 052喔 到最後面的資訊區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用最熱烈的掌聲來 歡迎我們這一組的頒獎人 易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游錦華董事長 好 掌聲歡迎登山 歡迎登山 歡迎登山 哇 看這三個人很害羞在海上 但他們不會是害羞的力量 依然都會在大群廣眾之下 不管是過山的大群 都願意散發這麼多的溫暖 來 我們一起合照 一 二 三 耶 謝謝 謝謝 謝謝觀眾 謝謝 謝謝同學 謝謝你們喔 有點依依不捨對不對 今天再來 明天再來 還可以再上台一次 好 第二組故事呢 第二組 不是也是 天心國小的 不是也行 是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作品 台灣的教育制度 到底該如何改變 才能夠順應適應 時代的變化呢 才能夠真正做到 視性揚才 才能夠真正啟發 我們孩子自然的天賦呢 教改 一直是一個相當爭議性的話題 但是 從來卻沒有人去關心過 或者是去探尋過 我們的孩子 到底他們需要 是什麼樣的一個教育制度 他們對於他們目前 所接受的教育的感受 又是如何呢 天心國小的孩子們 勇敢地挑戰了這一個 教學上一成不變的考試制度 他們主動地提出了 具體的變革方式 爭取廢除 知識化的考試 改採平時自我記錄 自我學習 自我評測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傳達出孩子們自己心中 對於學習 最真切的感受 在過程中 他們不僅勇於嘗試 去爭取改變這個體制 同時他們還能夠有計畫 缺密地執行 同時在事後 還能夠做出清楚的討論 以及心得分析 相當值得鼓勵 謝謝他們 但是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現場只有我跟奧黛林 很明顯的 因為這群小朋友 他們要忙著去改變 所以這一場 他來不及去參與了 他要趕著下一場去改變 但是他改變的精神 還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還是給這個影片一個掌聲好不好 謝謝 好來 我們下一則故事 消音電計畫 消音電計畫 是我這次在DFC裡面看到很特別的一個想法 同學們在課堂上發現了 課桌椅拉動的時候其實會發出很大的噪音 同時呢 也破壞了這個名字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問題 但是同學能夠透過他心裡的觀察 把這個問題提煉出來 另一方面呢 他們就很積極的動手去找出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他們用很簡單的瓦楞值以及交代 就解決了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這個計畫看似非常的頻繁 但是它顯現出同學們對於生活細節的觀察 而且他們很願意動手去解決 想盡辦法來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問題 那最後呢 其實同學把這個計畫發展成一個觀念的想法 那就是他們 其實最終是告訴同學 如果你在靠椅子的時候 能夠用正確的方式把椅子靠合的話呢 一方面能夠解決噪音的問題 同時呢 你也是愛惜公務的表現 所以這個計畫是一個很容易達成 很容易複製 而且很有想法的計畫 恭喜你們 我們現在請消音店計畫的小朋友們 現在趕快上台喔 是哪一組小朋友啊 趕快上台 從這邊上台好不好 關於消音店計畫 消音店計畫的這一組同學們 歡迎 掌聲 歡迎他們上台 歡迎他們到海邊 來囉 這個計畫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小的觀察 可是卻得到很大的效果 而且他們還有一些體悟耶 這就是真的很好DFC的精神對不對 對 好那一樣我們是不是先抽抽獎來 謝謝 一樣第一個號碼是零 零 第二個號碼是六六 第三個號碼是零 好所以編號零六零的這位幸運兒 可以到一樣到我們後面的資訊區 可以有精美的小禮物可以領取喔 對 好 那接下來讓我們一樣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這一組的頒獎人 佩德國際教育機構 柯佩寧執行長 上台為我們頒獎 謝謝 歡迎執行長 關於這個消音店計畫 我本來有非常大的感觸 我在小學的時候 我們老師很喜歡在補修的時候衝進來 你們誰誰誰 你們是不是活動看的時候 椅子桌子沒有拉起來 都又拖了 樓下的老師又在跟我反應了 我們很常在那樣被罵 很常在那樣操課文 但如果那個時候我有DFC的精神 我就不用課文操這麼多了 1 2 3 好 再一張 1 2 3 好 謝謝 謝謝謝謝班教人 謝謝同學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下一個故事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陽台綠化 頂樓田園在照 哎呀 這個草怎麼哭了 我要趕快來去請教我小小的DFC 我覺得DFC的小朋友好厲害 尤其是一分跟一分收穫的小朋友 真的厲害 他們只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小小的概念 一個小小的願望 他們就是召集了很多人 來幫他們去做 底容花園的美化 而且呢 光看到影片呢 就很想與你們一起 就是到你們的小小弄唱影片 一起幫到你們的忙 而且我相信你們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你們一定學會有什麼叫做分享 然後與你們的朋友 就是與你們的同學去學習 一起 互相幫忙 看到問題 然後找去解決的方式 並且在這個合作的時光中 那認識了新朋友 認識了美女的環境 然後學習如何愛過我們的大自然 學習如何愛過我們的綠色的花場 OK 非常的恭喜你們 謝謝 你們太棒了 繼續加油 哇 掌聲 歡迎我們DFC的學生上台 哇 來來來這邊這邊 哇 好可惜他 來來來來 我們一樣是進行抽獎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頒獎 哇 剛好四個很急 第一個號碼又是0耶 今天這一組的 這一組的線索卡非常熱門喔 第二個號碼是9 9 這個是6 編號096的線索卡 有這張線索卡的朋友 可以到後面的資訊區去領獎喔 好 那我們有請這一組的頒獎人 英式教育基金會 謝姓美執行長掌聲歡迎 謝謝 歡迎執行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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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姐 請問妳有種過花 種過這個樹葉還是草之類的東西嗎 我基本上是種仙人掌 都會死掉的那一種 完全沒有綠手機的 種仙人掌就不用交那麼多水 怎麼會死 對 就沒辦法 我覺得我要好好問問他們 我覺得我應該要DFC一下 對不對 沒有辦法 我要好好詢問一下他們 我們來回答 謝謝 來 1 2 來五塊幾一點喔 來我們快攝影 攝影鏡頭這邊 來 1 2 3 再來一次掌聲 3 好 謝謝 小朋友 到這邊掌舞台 來這邊這邊 好 我們 歡迎下一組的故事 我們要來打小報告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 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 我們目前都在打小報告的環境裡面 每個人都 大人都喜歡打小報告 然後每個人都 看到別人的不好 那看到你們的故事 我很開心 因為我總覺得 我一直在告訴大人說 不要 一天到晚都看到別人的不好 那你們做到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只是要宣傳給所有的小朋友 我們也希望 讓你的爸爸媽媽 讓你的老師 讓科P 都要覺得 要看到人家的好 這樣 謝謝大家 掌聲 我們現在歡迎DFC的小朋友 看到你們已經聽到那小朋友 看到自己是不是在螢幕上都有點 害羞了 他們超興奮的 可以上台了 這好 這好 來 好 好 我們先抽獎了 抽一個別的號碼 第一個號碼是2 有人是2嗎 第二個號碼也是2 2 2 這個是8 編號 228 趕快看一下你的線索卡 是228的 可以到後面去領一個小獎品 好 那我們呢 這一組的頒獎非常特別 就是剛剛在影片裡面有出現的女主角 我們熱烈的歡迎 文化部政務次長邱雲雲次長 上台我們來加油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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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小心摸 小洪姐姐 我覺得這一組小朋友的觀察 非常非常地特別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主角 這個環境 好像常常 比較容易看到大家的缺點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好 來我們現在看攝影鏡頭 套緊一點 不要那麼害羞 來 1 2 3 好 我再一張 1 2 3 好 好棒 來 我們從這邊下舞台 我們來看布的次的布 一個澳大利五兄的這一組 怎麼了 要請回來 訪問一下 來 來 來 我們已經看到獎狀有點興奮了 是不是 我們直接訪問他們 直接訪問他們 好 來 要問地麥克風 好 來 這位帥哥還是請 你當代表 你當代表 有點緊張 喔 瀑瀑瀑瀑瀑瀑 非常好 來 這邊 好 來 請問一下 你們為什麼 會想要做這個 打小報告這個題目 因為來上同學 來 打一下 我是這樣子嗎 我是這樣子 哇 所以他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打小報告改成 小猴姐姐今天很漂亮 這樣子好不好 這樣 這個笑是什麼意思 這個笑是不爛筒嗎 是嗎 那你打一下小報告說 小猴姐姐今天好漂亮 好不好 我可以滿足一下思心嗎 我現在我欣賞他的個性 很好 OK 謝謝你 謝謝 好 來 我們歡迎下一組的故事 哇 台灣新竹物流無骨鼠 以限之格 小孩有DFC 我們大人可以DFC嗎 我們要怎麼DFC 從這個影片 我們就可以知道 生活上 工作上 我們就可以做起 那我們現在一起欣賞 一限之格的影片 一開始我們沒有分開 前面的線 都在 放在中間 到 中間的時候 我們要永遠把它分開 分兩邊 如果你沒有分開的時候 他每一間都要去注意 就是4號 還有拉過來 8號 不用拉 有時候聯繫來 有時候貨件比較重 他很辛苦 他有時候拉不到 他要去追 所以這貨件也危險 人員也危險 剛到這個站走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第一個 輸送袋使用的效率不是很好 第二個 貨件偶爾會發生 掉落到輸送袋下面的狀況 可能會導致貨件破損 第三個 現場的工作人員的勞動條件 相對的會產生一些 勞安的事件發生 我就在那邊想 他有什麼方法 讓他切實的分開來 我就坐在輸送袋前面 剛好 你接你 他來上班 他問你坐在那邊幹嘛 進去 我們是可以發一條中線 要求他們說 切實的分開來 那後來我們跟現場的一位 職員陳先生有大概聊到 他有一個不錯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跟 在行駛車輛中間有個分隔線 把貨件做分流 那是不是我們產生的效益會比較好 勞動條件也可以改善 對貨物的產生也可以降低 那時候有製造才畫 就人家說用水泥漆 然後用膠帶 那個畫沒有辦法 把膠帶撕掉比較整齊 但是這個時間過一兩個月就 就沒有辦法 但是習慣了這樣 跟這條線 跟那是 在下貨人員心中 以後 有沒有這條線 他可以分開來 那事後我們確實這樣子做分隔線之後 對於整個蘇中帶產生的效益 跟整個成本的降低 跟整個勞動條件的改善 包括禮貨員的公安事件 也有降低的趨勢 那事後我們有去了解 改變前跟改變後 他們也覺得這樣子改善 對他們整個體力的付出 還有貨件的破損的狀況 也有獲得很明顯的改善 那我們覺得一些 勞動條件的改善 不是只有針對勞方 還是知識方 單獨某一方來改善 應該是說 對雙方面都有好處的話 我們去做這個改善 才有比較明顯的效益出來 改變之後的話 就因為第一點 能騰出更多的空間 然後刺激方面 他們在下貨的話 他們會更方便 也更有效率 那拉線人員 他也會更有效率的 他想要拉的貨件 而不會造成回流 這都是間接的可以減少 一線人士也開始要減少分分 減少一些時間 而且那種線人比較好拉 這種拉中線人員比較好拉 要避免回流 如果回流減少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提早 提早做完 忙做完 這個一線資格的經驗 讓我一個感覺 就是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可以去想辦法 等到你想到的時候 你要跟你的父母 老師 講出來 勇敢的講出來 當這個問題 解決了以後 你會很高興 你會很有成就感 好感動喔 掌聲 我沒有想到 原來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做一小點的一個改變 就可以影響到那麼多人 而且牽連的 是讓更多人知道改變得重要 沒錯 我覺得其實很感動 因為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 這個是同心創意 同心創意 都沒有想到 其實大人也更應該要把DFC 實踐在生活中 對不對 我覺得小朋友超棒 你們以後長大一定不得了 一定是國家 未來很優秀的精靈的 好 我們現在 又要回到 我們小孩子的故事啦 來 我們下一個故事 老師來上課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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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往到 California 台灣正在背後 我正在背後 我只是想要 這個機會 去年紀念 學生 在學生 來上課 如果你們知道 你們不知 你們是一部分 的教育 是一部分 在世界上 學生 學生 在各地上 開始擁有更多 擁有教育 他們在建立 學生 他們在建立 學生 教學怎麼 還有什麼 學生 escola 學生 學生 教學生 學生 而 made 學生 合來 整個傳統 幾千人都看過這影片 有些學生都在自己的學校製造了自己的學校 所以,一開始了一個革命 在未來,學生會很平常 設計自己的學校 他們會有你來感謝 所以,謝謝你們為了派對教育的革命 恭喜! 鼓掌聲! 我們要請這一組 同學們上台 真的很佩服 教老師們上課 好棒喔 來,從這邊上台 這麼小就懂得去選擇老師 而去選擇自己要上課 好,來,一樣我們先抽獎 好,第一個號碼是0 又是0 又是0,對啊 第二個號碼是1喔 1 01 01什麼呢 01 8 018 018 018 等一下可以領獎品 好不好 好 好,那現在呢 就要讓我們邀請 大人DFC的代表 新竹物流五谷所 物流管理師 陳建恒 好,各位觀眾 好,主角肯沒有來現場 好,謝謝 謝謝,謝謝 歡迎請抽獎 謝謝 我覺得啊,其實我們應該要請小朋友來當老師 對不對 上次,而且同學們當老師在幫我們上上課 好,來,我們現在看攝影劇 1、2、3 Yeah 泡進一點,泡進一點 來 1、2、3 Yeah 好,再一張 1、2、3 Yeah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我們同學,謝謝 謝謝 來,同學 歐代理 我們到現在啊 聽了這麼多的特色故事 對 都是從一個改變開始 沒錯 你自己本身有什麼改變 或是有看到一個什麼改變的經驗嗎 我突然這樣子問我 好像可能要給我一年時間準備 我明年再來分享 對,明年 好,OK 來,我們現在來下一個故事 安清班不寫考卷 那是安清班嗎 來,我們看影片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親子天下雜誌的陳雅惠 那這次很高興可以擔任評審 那這一次這個安清班不用寫考卷 我想讓我們評審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我們看到很多的作品入圍 其實在談的問題 大部分是大家覺得很困擾的問題 那但是這個作品的問題其實是 小朋友覺得自己的安清班是不用寫考卷 然後每天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是很快樂的學習 想要把這個事情 讓更多的小朋友都可以享受 所以你們有這個動機去觸發 這跟別人很不一樣 第二個這個 這次的這個作品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其實到了結尾 小朋友很可愛的說 覺得很挫折 因為你們發現其實要做一個改變 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那你們覺得很棒的事情 別人也不一定可以認同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挫折 就是下次你們可以重新開始的 另外一個起點 非常恭喜你們 希望你們一年再來 拜拜 好 第一個號碼是1 第二個號碼也是1 第二個號碼也是1 緊張落第三個號碼是什麼呢 111 聖索卡號碼是111的朋友 可以到後面領取小禮物喔 好 好 這一組的頒獎人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鄭家中董事長 上台為我們的頒獎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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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ck 歡迎 我沒有 你有 我沒有 我在安親班的時候 我的專長就是不寫考卷 不寫考卷的下場就是在安親班待到最後 媽媽就會說 怎麼啦 怎麼啦 從那個時候 可是我沒有想到 我可以叫安親班不要寫考卷 我就是乖乖的 我就是要寫 如果我在這個時候 我知道這個理念 我絕對會把這個扇子做超大 每天掛在我家門口 我們一定要支持安親班不寫考卷 讓台灣從安親班的環境裡面 改到另外一個教育的天子 謝謝 我們謝謝董事長 那請董事長 好 我是從第一屆就跳跳到現在 但是我覺得 讓小朋友站台說話也是很重要 剛剛大家都沒有說話好寂寞 對不對 所以下一次還有一個特別獎 應該是要現在在此的人 來票選一下誰上來講話講得最好 我們台灣的小朋友都沒有講話的習慣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你們真的很棒 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董事長 合照一張 一 二 三 耶 再一張 一 二 三 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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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 的確是要讓孩子們 勇於地表達自己的說話 對 我覺得這可以當一個DFC的案子來做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們其實準備得那麼好 這麼完美的一個特色故事 但是在台上 他們要學習分享出來 讓更多人知道 我覺得這是更多小朋友們 要更熱於嘗試的問題 好 好 那我們下一組的小朋友們 我們期待你們分享喔 來 改變青流部落 在我們生活中 其實有很多問題 是屬於長期累積下來的 疾病已久的問題 但是卻始終缺乏人去面對它 關注它 甚或是想要去改變它 北梅國中的孩子 對於他們部落裡面 長期累積下來的問題 例如部落酗酒 部落青年工作等等等等的問題 其實他們是看在眼裡 他們也開始採取行動的 透過與部落之間長者的對話 他們希望能夠針對這些長期以來 累積下的問題 找到問題的關鍵 同時也透過與部落長者的對話 迫使這些長者們 自己能夠自行去面對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在過程中也看到了 長者在與孩子們對話的過程中 除了自行之外 同時也透露出希望 下一代的孩子們能夠有所體悟 有所改善 希望能夠讓下一代更好 在這次北梅國中改變青流部落的作品中 透過兩代之間深刻的對話 勇敢地面對問題 我們真的看到了 改變青流部落的明日希望 謝謝 在家裡種花 然後之後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 想要改變的主子 改變世界的小推手 就是我們希望把這個扇子給你之後 然後一個禮拜之內 然後把它傳給另外一個人 然後跟那個人講說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東西這樣子 好 參加這個活動 我發現原來 我有能力 可以改變部落 我們去部落 幫阿姨中華的時候 她一直跟我們說 是你們自己想的點子嗎 這讓我覺得 我們的點子很棒 我覺得很開心 參加這個活動 讓我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爸爸從親子做堂會 就沒有再喝酒 一直到現在 然後爸爸覺得很光榮 不想讓我丟臉 今天就要講 最佳影片應該是我了吧 你覺得呢 掌聲歡迎同學們 掌聲歡迎 我覺得特金法獎最佳影片就是你們 是你們沒有抽 但是你們先幫我們抽個獎好不好 第一個號碼是3 有沒有人是3的 第二個號碼是6 最後一個號碼是1 最後一個號碼是1 所以編號361的線索卡 就是我們這一組的幸運得主啦 好 接下來我們要 以熱烈掌聲 歡迎我們這一組的頒獎人 一言堂廣告 劉維榮策略長 請她上來 歡迎我們的頒獎 謝謝 小朋友發現嗎 大廈都有做制補 對啊 他們自己都有屬於制補 對啊 每一組的同事 都有自己做制補 我覺得好感動 感覺好像做很好 好 讓我們去看清楚 來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來 來 我們可以中間 好 來 1 2 3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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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使用不使用跟我來 我有幾個問 想要訪問一下 我想要請問一下你啊 在進行這個計畫當中 有沒有發生一些 什麼 你沒有想到的問題 或是還滿好笑的事 就是 我們有遇到 有一些長輩啊 不讓我們採訪 就是 比如他會認為說 你要來採訪 應該要先預約啊 怎麼沒有預約 就直接問呢 所以他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尊重他們 要先去跟他們講 才能去採訪 或者是說 他們認為說 我們準備的不夠完善 然後有些大人 也不太想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然後讓我們採訪 哇 雖然是經過一連串的拒絕之後 但是還是堅持到的 哇 好DFC的精神 來 帥哥 帥哥 我訪問你一下 你是裡面當中唯一的男生 那會不會女生 就是有些事情 他要去想說 這個計畫 這樣子能改變 會不好意思 然後或是一直推給你 不會啊 那什麼有沒有 譬如說哪個事件 你自己也很不好意思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做到的 就是看一些大人在那邊喝酒 然後就有人說 欸 你去問那個 你去問那個大人說 喝酒有什麼 說什麼 問他問題 然後可是我就不敢問啊 然後之後他們就一直推給我 然後我就只有硬著頭皮去問 然後他們也沒有什麼認真回答我 你們為什麼要喝酒 酒很好喝 說很好喝 好 謝謝 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你們啦 謝謝 好的朋友 有時候故事的精彩 不只是在故事的本身 而是在產生的故事之前 他們要去做考察 要去做研究 還要去想一個方法 我覺得那個過程好像 是其實回想起來 是趣味很多耶 沒錯 所以那個 設計的過程 就非常重要 好 我們下一個故事 吹走陰影的 新生扇 吹走陰影的新生扇 是中山國家的作品 在這次DFC裡面呢 我覺得這個作品 是一個非常威信 而且非常能夠挑戰 台灣社會的傳統觀念的 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為什麼這麼說呢 事實上在東方的社會裡面 家庭跟學校教育 常常並不鼓勵 孩子們把自己心裡面的話 說出來 所以我們呢 東方的孩子 在成長的過程呢 常常會把很多的想法 放在心裡面 來以它 同時呢 這個在心裡面 不斷地阻絕 卻不知道把它說出來 透過溝通的方式 去解決它 新生扇 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他們不但 是讓孩子們 以有話的方式 同時呢 寫出他們在心裡面的疑問 他們在生活上所面臨的困擾 他們在 他們在裡面相處 溝通上面 所碰到的難題 以及曾經發生過的 誤會跟衝突 所以這個計畫 在這個過程裡面 雖然同學是以 反霸靈這樣子的 一個目標在進行 但是他更大的意味 其實是在改變一個 保護學校的溝通的方式 同時呢 也能夠鼓勵中年級的孩子們 以及他們自己高年級的同學們 彼此之間能夠打開心房 把彼此的想說的話 拿出來 相互的溝通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挑戰我們這個社會的 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計畫 我也希望在未來的路上 同學們都能夠敞開你們的心胸 和你們的朋友 和你們的家人 去溝通你們的想法 跟這些你們所期待的 影響跟眾吧 謝謝 好 掌聲 好 再請小朋友 謝謝 好 一樣我們先從抽獎開始 1 第一個號碼是1 第二個號碼是4 有嗎 有沒有人是14 148 線索卡是148的朋友 賣到後面裡一個小禮物喔 好 那我們現在一樣 用掌聲歡迎頒獎人 菲特品牌顧問有限公司 楊文秀總經理上台為我們頒獎 歡迎總經理 歡迎 謝謝 這邊 再來小心喔 澳大利 我剛剛在台下 我有稍微偷偷的訪問他們一下 這樣子 對 但等一下好好的 他們準備好好的 來 我們走緊一點喔 來 1 2 3 好 再一張 1 2 3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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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剛剛有訪問他們說 請問一下 你這個idea是怎麼來的 他們三個人感情 好好會說 是一起發想的 他們這發想過程 像剛剛在看影片當中 我們知道 他們分別要去高年級 或是低年級 去檢視這個活動對不對 誰是負責高年級的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在跟高年級訴說這些活動的時候 有沒有要什麼事情 或是經過 其實就是沒有 因為高年級沒有什麼問題 蛤 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有時候會 就是我問一下說 就是 一些怕什麼問題 或是說 就是要些什麼 或是有什麼問題 哇 所以你跟高年級在接觸的時候 也不會緊張跟害怕對不對 其實還好 因為都是 都是同一屆同學 都在 哇 這個同學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好成熟 感覺不太一樣 可以偷偷請問一下 你們自己是幾年級嗎 你們是高年級 他們是高年級的啦 他們六年級的 自己的同學 那誰是負責低年級的 你們在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他們很難受控制 很難受控制 是不是被一直回家 嘿嘿嘿 這樣子 就會一直吵 那你怎麼處理 就是講很久 叫他們安靜 我好像很會管秩序 那請問你啊 在這個活動當中 你有沒有要 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然後就不想做 會不會 會不會不畫亂畫這樣子 對啊 有些可能就是 不知道要怎麼辦 然後就是覺得有點困難 需要去幫助這樣 哇 剛剛這個同學講得好棒 他說要去幫助他們耶 哇 這個是你們好貼心喔 非常貼心 哇 謝謝你們 因為這個活動啊 我們知道要把我們自己的意義說出來 外加去幫助同學 謝謝你們 謝謝 來我們這邊請 來我們掌聲謝謝 好 我們下一組的故事 我們的安全上學路 我們的安全上學路 這組非常的粗色 你們表現出百分百的行動力 充分具備了DFC的精神 非常謝謝你們提出這麼重要的一個問題 提供一個安全上學路 原本應該是我們大人 要去創造思考與解決的問題 我們無法做到 其實是很悍言 也很慘愧的 所以想要好好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看見 與願意 願意看見這個問題 並且去付諸行動 結合周遭所有相關的人士 都一同參與 以解決這個交通問題 透過交通隊派出所的協助 在上學期間 設置交通錐 模擬交通感 試辦期間效果顯著 拿掉交通錐的隔天 馬上就發生機車跨越雙黃線的擦撞事件 更讓我們感受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真的 看到你們這一組 我們非常大的感動 覺得你們好棒 也好優秀 加油 我們歡迎同學們 歡迎 鼓勵喊 鼓勵喊 來 歡迎 小心走 來這邊 來 謝謝 來 來 好 一樣 我們先從抽獎開始 你們五個人耶 你們分配一下 緊張緊張 第一個號碼是 1 喔 我聽到有人 喔 有人 耶 第二個號碼是 2 第三個號碼 這個是幾號 也是2 122 線索卡上面 122的朋友 可以到後面領一個小紀念品喔 好 那我們現在 用掌聲歡迎 世界最棒工作的 台灣女孩 謝忻軒這屆CC 有我提供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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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理 是 我常常聽到 我媽媽跟我講 馬入如無口 對 剛剛就看到了 是真的 而且他們就這樣觀察到了耶 你們自己能講 好 來 我們一起合一 我們再緊一點喔 再緊一點喔 再緊一點喔 好 中間喔 好 來 我們來看這鏡頭 再Cross一點喔 好 來 1 2 3 耶 好 再一張 1 2 3 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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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來 我們已經不知不覺 來到了 最後一個故事了嗎 天啊 好快喔 有點捨不得耶 真的有點捨不得耶 好 我想要詢問一下同學們啊 在聽完這麼多的特色故事當中 你們 你們 最讓你們記住 或是你們 最有感覺 或是你自己最有想法的話 是哪個故事啊 我們現在要舉手喔 有 舉手的人有獎品喔 唉唷 準備好你的手囉 好 來囉 1 2 還沒 還沒 不要急 好 來 等不及了 1 2 3 你是整個跳起來 就是你的 來 我們現在請你上來講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 來 來…不用太兇 掌聲歡迎 我們下午睡覺上台 謝謝 好 太勇敢了 這麼多的故事當中啊 這讓你印象深刻 或是你最有想法的 是哪一個 哇 這個有點高深啊 這個承諾是 是金對不對 還是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咧 你的故事 這故事是什麼 來場甜蜜的約會 喔 來場甜蜜的約會 就是下一個故事咧 好 原來是這樣 所以他又是娘腹啦 先這樣就這樣 好 那 那你要不要先 稍微的套路給我們 大家說 這一場甜蜜的約會 的故事我們的是什麼 哇 他那表情 一開始感覺中 這個太甜蜜 太甜蜜 又說不說話啦 他是說叫我們 自己看的意思啦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一起在台上 我們一起來看你的影片 好不好 好 來 跟著自己的旁邊 在這邊來跟我一起看 來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 我們來看哪一場 甜蜜的約會 演練 好 我想要講的是 甜蜜的約會這個故事 我覺得啊 如果我 重新回到小時候 而且我還能夠 遇到DFC的話 我一定會覺得 非常幸福 因為我會覺得自己 更有力量 更有自信 然後更真實的活著 像我看到甜蜜的約會 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在心裡面 拼命點頭 拼命點頭 因為我有兩個女兒 所以我知道 這就是他們 曾經有過的最真實的困擾 而且呢 這組同學 他們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來執行 來執行 在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們 非常豐富 完整厲害的故事當中 他仍然非常的有力量 而且他最後 就真的解決了問題 真的非常棒 所以我想要告訴大家 就是 即使你只有三年級 即使你的故事 只在班級裡面發生 他還是可以是非常好的故事 iki 歡迎甜蜜的約會者同學們 請上一次 來這邊 這邊 好 我們要來修 把我們 NEW最後一組的 幸運得主 好 多 هنا 最後一組 第一個號碼是4 第二個號碼是2 第三個號碼是3 所以線索卡上面423的幸運得主 可以到後面給你們一個小紀念品喔 那我們要最後一次用熱烈掌聲歡迎 我們最後一位頒獎人 台灣好基金會李應平執行長 掌聲歡迎 歡迎執行長 掌聲歡迎 來 掌聲道 剛剛我有偷偷問他們 我剛剛有偷偷問這個小帥哥 他說這個約會是全班一起約定 好要做 我好像剛剛也有聽到 而且他們只有三年級 我現在也想不起來 我三年級好像就是很害羞 然後都不太敢跟 新班級的同學老師講話 好 來 我們這邊攝影機這邊 來 我們趕緊一點喔 我們站進來一起合照喔 好 來 1 2 3 YA 加一加 YA 來 妹妹過來一點 妹妹過來一點 好 來 1 2 3 YA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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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下去 謝謝 謝謝 哇 感情好好喔 剛剛我實際上的學部都是同一班的耶 哇 因為那是一個同一班的約會嘛 哇 來 我剛剛有聽到台下的同學 針對於抽獎 都會發生那種 唉 都是我的萬壇對不對 我們這邊 我剛剛有請問一下主導兩位 他們決定再多加一次 這麼大方 請大家把妳的兵號高高舉起來 讓我瞄一下 趕快把線索卡都拿出來 因為是號碼 會是我抽 可不可以一瞄到妳 哇 神之手就是妳的號碼 好 看一下喔 哇 大家都很想要得到 有線索卡的趕快拿出來喔 是不是 268 268 298 214 214 21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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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你能抽幾號 你能抽幾號 272 好 幾號 好 來 各位同學請坐下 請坐下 謝謝你們都把鳴牌給我 謝謝 我都記起來了 好 我現在來抽 來 我要抽了喔 小潼姐姐妳抽到幾號 一 你 你們小姐 好 幾號 一號 一 好 再來 這次第三個 為什麼 熊 熊 你們到底有這個得主嗎 為什麼我是跟他開心的聲音呢 好 最後一馬了 有沒有人已經中兩馬了 沒有人中兩馬 那第二馬請抽 你覺得什麼抽 還有一次機會 你 有沒有人中兩馬 好 熊羽得主 看你可以 我可以 你先幫我下去看他 我跟你講 這東西是沒辦法作弊的 哇 天啊 這掌眼鏡的力量 哇 沒有要去你講 我先去你 我先去你 對 哇 這個 生不了了 我跟你講 噁心的結構 哇 哇 這個會場的最後一題 我們以這個歡喜的結束 沒錯 我們跟大家預約明年的甜蜜約會 好不好 好 最後的 我們今天大家 都是一起來感受 I can的精神 那我們今天 要把我們這個精神喊出來 因為這樣子才會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一起來 I can 來 1 2 3 太大了 來 我們在隔壁也有活動 我們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有I can的精神 我們要嗨給你隔壁也聽好不好 1 2 3 I can 等一下你們走在路上 就一定會有人問你們說 你們是I can的嗎 我們的I can就會被記住了 好 今天我們大家都一起度過 這麼甜蜜的約會 甜蜜的約會 一定要留下很多張的照片 我們現在全部人大家聚集在一起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攝影師會在台上 我們等一下攝影師會在台上 從這邊拍上 我們大家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中間靠籠 請兩邊的同學還有會飛一起往中 中間靠籠 不用上來沒有關係 等一下會從下面 來不用上來 3 2 1 I can 超級小聲太小聲了 我們再一次 3 2 1 I can 謝謝大家